拉战车的这辆匹马被认为是在祭祀中被活埋的 商朝在祭祀的名义下也活埋了无数的人 这是和武器一起被埋葬的伤的士兵 他们是在祭祀中被杀害的 两匹马拉的战车6辆 士兵850人 在这里 一个军团是按照战争的军阵埋葬 捣卫骑士皇陵的兵马俑是用土烧制的陶器 而在商代是将活生生的整个军团士兵活埋 已经找到,平安永远的为是支撑到 不 conversion而捣到 我们就终于是文家的军团 并且创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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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由商向西大约六百公里的 祁山脚下的周园 出现了一个叫周的国家 在史记中 周的诞生是这样写的 有一天其他的民族侵略周 周人御战 古宫胆负回答说 我不忍杀人父子 周人为了避免无谓的流血 舍弃了家园 嵌到祁山脚下 现在周园利用歌颂珍惜人们生命的 古宫胆负的人品和功绩的实相 周把人民当作国家的宝贝 这样的姿态逐渐在周围各国中 获得很高的声望 流淌在周园大地的渭水 在这渭水之宾 终于进行了大大改变历史的汇编 古宫胆负之孙周文王 太公望吕上 文王高度赞赏太公望的才能 并邀请太公望为周的军师 这时大量的其他民族涌入周 不断地诉说音上的残暴 请求推翻印上 改天伐音的决心 在文王死后由武王所继承 据实际记载 武王在大约公元前一千年开始了伐音 这场战争被称为木野之战 是夏商周三代最大的战争 对于武王 太公望和其他民族来说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 武王集结了周围八国的民族 在周军的红旗下 集结了战车四千三百辆 士兵四万八千人 据实际的记载 明战的阴军有七十万人 周军的士兵还不到殷军士兵的十分之一 但是战争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殷军士兵们让开道路 欢迎周军的到来 周代制造的厉鬼描述了木野之战的情况 武王灭咒 战争从早上开始 到黄昏就很快结束 据实际的记载 殷军虽然众多 但皆无作战之心 纷纷丢下武器 为武王的大军让开道路 使人感到殷军中 其他民族的士兵们 正在希望周军的进攻获得胜利 这只大鱼顶是从周园出土的 顶的内侧刻有文字 诉说了周灭伤的理由 殷伤失去天命 是由于殷伤的守护者们沉溺于酒 放松了对军队的统帅 因此文王成天命 继而武王灭掉了殷伤 由神来决定人间命运的时代 已经过去 人们依照自己的意志 来改变生活的时代 开始了 殷伤的社会中指导一切的神 在周代仅存于仪式中了 这是因为地上是人间生活的地方 人们只要崇拜神 心存正义 祭祀就可以了 从商到周 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随之青铜器的气形 也发生了变化 这是台北的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毛宫顶 商代经常看到的夸张的造型变得无影无踪 装饰已趋于简单 周代的青铜器内写满了名文 毛宫顶的内侧 刻有周王对家臣毛宫下达的指示 内容是 依靠自己的努力解决社会的动乱 从这里可以听到人间的声音 这件容器是用于盛放稻谷等粮食的 他的上面 刻着父亲在儿子出门时 交给儿子 并要求子孙作为家宝收藏的内容 这件容器的灵魂 包含有美好的梦想 青铜器进入了人们的生活 气形也变得温和了 猴母坐猴妇吕胡 这个气形丰满的铜壶 是妻子为出征的丈夫做的 铜壶口颜上的名文 显示了妻子对出征的丈夫深厚的感情 猴母坐猴妇容灯 用征刑 用囚服无疆 为参加征战的丈夫送行 祝愿永远的幸福 也可以说是希望丈夫能够活着回来 这个铜壶告诉人们 到了周代 第一次出现了充满理智和人性的社会 从这以后 社会进入到充满思辨的春秋战国时代 在这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中 诞生了孔子 孔子 老子 莫子 孟子等一大批责任